TV Dance 歡樂台 這下憋不住了 只想給你最猛的網路企劃 其他都不要不要 女人我最大 女人搖身變成 時尚玩家 吃過線上吃喝玩樂大群聚 滾下去 趕快吃 吃一點熱炒店 從人類一路朝到動物 趕快加入YGFB 7月19日起 這下要玩風就看這一團 是不是兄弟 就看這一次 孩子的教育 我跟你講你不要說異國 同國的夫妻都要鬧離婚 我跟你講 何況是異國 對 真的 講到這個馬丁就要翻臉 馬丁怎麼了 當然就是在 在就是教育上面 當然會有很多的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我發現一個是 在台灣滿多的 就是說台灣的父母 跟台灣的相反就是喜歡 配合小孩子的時間 跟他們的作息什麼的 不是小孩是要配合大人 這個我知道 因為呢 我怎麼聽不太懂 不就是我們要配合小孩的事嗎 對 我也覺得 因為我們就習慣 就是以小孩為主 小孩生出來 我那時候大包小包裡面 又是奶粉盒 又是富士餅盒 又是玩具 又是餅乾 我每天把我自己累死了 然後到了餐廳 我還在那邊擦桌子 擦地都是用酒精 怕他生病 可是我看我國外的朋友 跟我一起長大的外國人 小孩隨便在地上爬 真的 吃那個泥巴 吃它 然後你不穿鞋子 不要穿它 你不餓嗎 不要吃 就這樣 你不睡覺那就不要睡 媽媽現在在小酌喝酒 你要睡覺是不是 拿你的小貝貝在我旁邊 這個椅子上睡 對 國外的小孩真的是這樣子一樣 就是大人是不配合小孩 對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 他們可以就是學獨立一點的 我們就是喜歡小孩 就是從小就是要開始 就是自己可以判斷一些事情 所以會養成他們就比較獨立 但是會造成 因為像這種台灣的概念 就是會造成我們的一些困難 講到我自己 這個也真的會 我那個時候第一胎 因為我得來不已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生不出來 我好弱於生了我大女兒 然後有一次我先生說 我們要去泰國參加家人的婚禮 我們一定要去 我說可是 我們家妹妹才六個月大 我怎麼坐飛機 我說我沒辦法去 他不行一定要去 我說那奶怎麼辦 那時候他已經不喝母奶了 就是喝配方奶 我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那裡也有熱水啊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朋友說 泰國那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是那水 好像那個汁 水汁有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哭 我說我不能去 然後就說沒關係 半天一定會有那個熱水壺 我說我不能跟人家 共用一個熱水壺 然後就說沒關係 我們一下飛機 他就去 他自己從台灣帶了一個那個 台灣買的那個熱水壺 就這樣抱著 抱著 因為我說 我不要用飯店 大家曾經用過的熱水壺 我說我的小孩子 不可以跟人家共用熱水壺 會生病 然後我先生 老公好愛妳喔 我先生就扛了一個熱水壺 就為了那個婚禮 然後我到那裡 他就開始裝那個廁所的水 我說等一下 你不能用自來水 還要礦泉水 我說你去外面給我買那個最貴的礦泉水 要不然我的小孩會被堵死 然後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看到我國外的朋友 那時候從美國回來 他就說我很想吃鼎泰楓 我說好 我帶你去吃鼎泰楓 他那時候他的小孩大概兩寸歲 然後他在時差嘛 他就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一直在鼎泰楓很開心 享受美食跟我聊天 他說媽媽媽媽我想睡覺 然後我說那你趕快回飯店 飯店就在隔壁 我說他想睡覺 不不不 沒關係 我們繼續講繼續吃 他小孩就拱到桌子底下 就在那邊 就拱在那個頂泰楓 一樓下那個桌子底下這樣睡著 然後這樣吃他的大拇指 我說你小孩都已經躺在地上 我們台灣媽媽怎麼可能讓小孩 躺在地上 在台灣的話會被抓去關 我跟你講 我們都怕說又是不是要得病了 你趕快起來 他說是OK 然後後來他小孩就開始 媽媽我餓了 因為他也沒帶他的褲子 他就從這邊拿了一個小籠包 這樣從桌子底下塞給他小孩 他說 去睡覺 然後他就給他 他小孩這樣 半腳那個小籠包 半...吸他的大拇指 就這樣睡了兩個小時 好淒涼喔 可是他媽媽說 我們這樣做 因為在國外就是這樣子 沒有人配合小孩的 不像我們還要自己 帶熱水瓶 這麼可愛 你那個故事真的太經典了 因為他剛剛講這個 這個是育兒史上 最傳奇的故事 然後一目哭說水有問題 我自己煮開 每天看 好 大家不要像我們這麼瘋狂 而且現在人 普遍是營養過剩的問題 不是營養不良 營養過剩又害怕性早熟 這也是媽媽的一個大煩惱 真的是大煩惱 性早熟 所以你想到這個 我跟你講我都要去看心理醫生 因為我沒有辦法 教育這件事情在你們家怎麼處理 我沒有辦法忍受 發育這個東西 我還沒有 他們還沒有 他們還沒有發育 但是我 為什麼發育妳不能忍受 因為我覺得發育就是 她就變 然後女人很辛苦 她爭老病死就是人的必經過程 可是 她以後還會老人 不想面對 對 然後 他們的童年多天真多快樂 好不容易就是 不知不覺 沒有 他們沒有長毛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去面對這個 妳很討厭 妳最好以後妳的長毛 長毛就長毛 有什麼關係 最後妳不會擔心 我不會 妳一定會擔心 妳會擔心嗎 妳怎麼可能不擔心 對啊 那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成長的喜悅 她到時候就會逼芽芽去關心 她自己不擔心 她就每天說芽芽 她是不是又長毛 不會 我跟你講 每一個父母 遇到小孩 不管你是兒子還是女兒 開始要發育 妳就會緊張 都不長 哪裡都不長 就怪了 安妮瑋 我本來很感興 現在被妳講了 我也感興不下去 但小柔 小柔妳說土媽媽為什麼 土媽媽對於性教育 性教育要怎麼處理 可以直接講嗎 還是怎麼樣 現在我小孩太小 六歲的 四歲的 三歲 我是覺得 哥哥 哥哥現在會比較試探心的去問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就會跟我說 媽媽為什麼我早上起床 雞雞會很痛 為什麼 因為她現在幾歲 她現在六歲 其實三歲就會了 其實會 小寶寶也 小寶寶就會了 那個是純生理反應 對 那她就會直接說 媽媽你看 然後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當下的時候 真的耶 這問題確實有驚嚇到我 因為確實就是 除了問之外 我也有看到畫面 對 然後我就突然想 她不是小寶寶嗎 正常 然後我看到我就 你捨不得 會有點 就是會覺得說 這媽媽很奇怪 這樣會捨不得 妳要把養尾嗎 不是 你不懂一個母親的心聲 就是不管怎麼樣 每一步都會捨不得 又大了 又捨不得了 又開始 她大了 你會覺得她是別人的 男方博士 男方博士吐不下去了 我覺得 因為小朋友的那個 勃起的狀況 其實他只是致尿而已 我們會用我們大人的想法去想 是因為我們已經成長過了 所以我們會覺得 是不是有慾望才會勃起 可是其實勃起有很多的機制 那第一個就是接觸著勃起 你碰到它就會勃起 像小嬰兒 你碰碰它就會硬起來 那第二個勃起是在 脹尿的時候 身體會自然用脖體的反射 去讓我們不要尿尿 尿出來 但是其實我不是 我沒有任何想法 只是當天他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說 這個問題終於來了 我就說 好沒有關係 你現在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所有的男生一定都會這樣子 所以你先放輕鬆 待會兒他就會下來 好緊張 你都聽到這個就沒辦法 好緊張 可是因為他痛啊 他痛 他痛是不是尿不出來 還是怎麼樣 你不如叫他說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小男生 因為我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我沒有兒子 但是我想到我一年級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小男生的生殖器官 是我一年級在班上 而且這是在美國 然後是一個金髮 然後藍眼的小男生 可能一年級的男生 五歲那個時候 他可能對他的身體 他非常好奇 因為小孩都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突然間發現說 他有一個東西 是我們沒有的 所以他每天早上來上課 他就會這樣子站在我們班上 前面說 嗨 早安 我在這裡 然後他稱他自己第三稱 比如說 William William is here 然後他就會把他褲子這樣 這樣脫下說 嗨 他就要抖一下給我們看 因為他覺得這個東西好像 好玩 好玩 所以那時候當然我們不懂 我們還小 我們這樣哈哈笑 可是現在是不行 其實很多洋媽媽的教育 西方的教育 其實在講性這一塊 也是講得非常學生 對 皓如直接就那個了 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女兒 現在五歲 六歲 她已經會自己洗澡洗洗 在廁所看到 然後就結一個錢說 這是櫻毛 這樣子 對 她已經知道這個的名稱了 所以她已經知道各部位的 然後我會問她說 妳怎麼知道這個是 她就說 是 爸爸的 她有分辨爸爸跟媽媽的 老人厲害 爸爸的比較捲啊 沒有 我就說妳怎麼知道 然後我就說 那為什麼不是頭髮 我就會問她 那我說 那為什麼不是手毛 或是腳毛這樣子 然後她就會跟我說 因為媽媽頭髮是長的 是直的 我也是 那哥哥是很短的 然後她就說 而且媽媽有除毛 然後爸爸沒有 所以這一定是爸爸的 因為她就是知道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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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有啦 我也是比較自然 譬如說她會知道說 我們會有驚奇 我會說妳以後大概幾歲的時候 也可能就是會有驚奇 會流血 然後告訴我媽媽在教妳 那我也是比較不會 像電影不是很多親密的戲嗎 那有時候看的時候 像我父親在看的時候 他都叫我女兒不要看或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 應該是可以自然的 而且我最記得是 他其實幼稚園看巧虎 他就第一次有跟我講 說忽然跑過來 巧虎系列有這個喔 巧虎有叫親密系嗎 妳講 幼稚園就教了 他說媽媽 不可以讓陌生人摸妳的嘴巴 胸部還有下體 還有表演 還有表演喔 我就說 妳有聽到下體這兩個字 我說妳哪聽到的 巧虎交答 然後他就去放給我看 真的 巧虎在大班吧 就有交 所以他就會說 嘴巴 胸部跟下體 是不可以給人家觸摸的地方 所以我就 可是他看到電影的時候 我就慢慢他也知道說 他們一定是有在談戀愛 然後開開心心的 然後就是有些親密的舉動 那我也會自然的讓他就是看 可是太露骨了不會 可是基本上男女之間的 勇抱親吻還是可以 對啊 我覺得是妳要用一個正常的態度 自然 告訴他 那他就會把這個事情當正常 那也有時候小孩子很好玩 我老婆那時候也是那個 因為女兒看到媽媽在流血 然後很吃驚 那媽媽說沒有 這長大以後每個月都會來一次 這個叫做月經 那女兒記得了 有一次女兒跌倒就破皮流血 媽媽 月經來了 那媽媽也是哭笑不得 大孩 好可愛喔 現在講很大聲 小時候妳的女兒真的很早熟 三歲就月經來了 對… 那我們要問一下在場的媽媽 你們覺得就是說 幾歲才可以跟他們討論性這一塊 性可能包含就是說 對身體的認知 菁你兒子有問這樣子嗎 他就是會問 類似就是也是器官的問題 可是他比較可怕的是就是 他會延伸很多不同的問題來問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最好就是問完第一題 妳趕快跑 不可能 很難 我跟你講 有些很聰明的小男生 他會打破砂鍋問到底之外 還會問你一些 他知道覺得很害羞的問題 就是大半的時候 就會給他們看繪本 可是我覺得真的要聊到 這麼細節的 性觀念 我個人我自己比較傳統 我會覺得可能 六年級或國一在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 你只要一跟他真的很認真聊 其實五六年 對他就懂了 他跟肉粽一樣 鬼關 對他會 他會一直想要去了解 那你該不該讓他看一些 就是那些 他有可能去找Google 現在他就會已經會搜尋 他怎麼可能 就是等到就是說 媽媽說國中才可以問我 我就三年後怎麼可能 我想現在哥哥九歲 就是小柔剛剛說 九歲十歲這個年紀 他們學校已經有同學 在互相親親了 可以吧 男生跟女生在親嘴了 天啊 那其實我覺得小孩 我覺得我兒子女兒 到現在還沒有這麼細節的 知道說什麼 譬如說性交或交和這種東西 但他們可能常常會看我們看影片 就算沒有很露骨 他們也可以看到半身這樣 男生女生這樣上上下下這樣 那我都會 其實我都還滿直接講的耶 我都直接說 如果你很喜歡一個人 就是比如說爸爸跟媽媽 我們兩個互相很喜歡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有這個親密的動作 那這個親密的動作可能就是從 你很喜歡他所以你會想摸他 然後想親嘴 想接吻 然後最後你就摸 然後最後你們會 有這個親密的動作 然後可以生小孩幹嘛 我說這都是跟喜歡的人做的 那如果有不喜歡的人 想要對你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就是不行 我就是會直接從這樣子的方式 告訴他說 這是一個很親密的動作 可是是你喜歡的 然後會一接一接來 我就跟他說 那你有人跟你牽手了嗎 你有喜歡的女生嗎 就會從頭開始問 我覺得你講得對 從小我們要用正面的態度 來面對性 因為你也不希望他覺得 這是一個很不對 或是很髒 或是很羞愧的事情 因為他可能以後會偷偷做 但同時我們應該也要教他們 這個身體不可以亂碰 你要怎麼保護自己 對 我也太 對 我也太 對 我也太很重要 對 我也太很重要 對 我也太 對 我也太 像我女兒坐的娃娃車 她班上已經有 她娃娃車上已經有男同學親她了 不可以 我覺得只是 有 我後來妳老公去打斷那個男同學的勾腿 沒有 然後我就有問我女兒說 她親妳 然後我就說 她有經過妳同意嗎 我說不可以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說 有啊 OK 那你們開心就好 而且妳一直教育她說 那開心就好 妳一直教育她說 不喜歡的人妳要說不 結果她 她說有 她喜歡 所以我就說好 那就OK 但是從小 像我的小孩 他們開始上學之後 我就跟她講 我說OK 我說妳們在家裡啊 跟這個妳的什麼表哥表弟啊 大家嬉鬧什麼 妳打我打我 我摟妳 我說妳到了學校之後 這個就是一個大的世界 我說妳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我說每一個人 她的身體都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 私人的一個範圍 對 我們的心有一道牆 對 不是啦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無形的牆 對 無形的範圍 我說妳不要去亂摸人家 或是太去碰到人家 我說妳要先問清楚說 我很喜歡妳 我可以抱妳嗎 有的是小孩子要手牽手 我說妳都要問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這個是尊重 我說妳一定要記得這個 有些人會覺得 我跟妳不是同個家庭的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子湧上來 如果比較是西方的教育的學校 她就真的很早就教了 五年級 六年級 就開始用很專業的 很學識的方式來叫Sexing 我覺得必須要 因為現在小孩 他們接受資訊太快了 尤其像我有朋友 有些小孩可能國一就有手機 甚至更小就有手機 然後他們就在聊天 不是聊天 就是我聽說國中生 他們譬如男生就說 我喜歡一個女生 他們兩個互相喜歡 然後女生 男生就說 那妳可以拍妳的身體給我拍 國中生就有女生 其實國小六年 莎莎的就拍過去傳給她 所以一定要告訴所有的 不管男生 女生 你們要保護自己的身體 特別是女生 那男生你怎麼教都沒用 男生那個金蟲充老 什麼畜生的事都幹得出來 那女生一定要保護自己 不可以 對不對 真的很危險 現在只有妳 女生真的要教好 我覺得性教育 其實三歲就可以開始了 三歲 因為其實小朋友三歲 就開始對她的性器官 會有興趣 她會問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鳥鳥 或是那個是什麼 其實我是比較建議 就是父母直接就跟她說 那個是陰莖或是那個是 就講素 講她的名字就好了 講素語 就不要在那邊什麼小鳥 什麼什麼 對 就直接講 那其實趁這個時候 因為她們通常問的時候 都是在換尿部 或者是在洗澡的時候問 其實趁這個時候 是可以特別跟她說 因為這個是私密處 所以妳要特別記得 這個是我們很私密的地方 不可以隨便讓別人碰 那就包含洗澡 胸部 下鐵 都是一樣的 那甚至因為有些小朋友 大概在六歲前 她們會不自覺 有時候會碰私密處 因為其實她們會很自然的 因為這個對她們來說 是很舒服的動作 探索身體 對 她們會不自覺這樣做 那其實有些家長就會說 妳怎麼可以在這個 大廷房子下這樣做 那妳可以跟她說 我知道妳這樣子做是很舒服 可是妳要記得 這種私密的動作 妳要在沒有人的地方做 那通常如果在六歲以下 小孩子這樣做 父母會想要阻止的話 其實也不用刻意阻止 也不要太嚴厲對不對 因為妳刻意阻止她只會更想做 所以妳在這個時候 就轉移她注意力就好了 所以這部分還是家長要特別關切 對 還有另外一個 除了私密處之外 我想要提的就是尊重很重要 尊重 就是除了讓別人不能碰妳之外 就是妳對妳喜歡的人 但是妳要記得 妳要問人家可不可以碰妳 那另外一個家長還滿常問到 就是說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 不能一起洗澡 兄弟姐妹的話 對 其實應該是說 當他們開始有競爭的時候 他們就算 其實要看他們的感情好不好 但是當他們開始長大 比如說三歲 六歲 那他們如果感情好的話 還是可以一起洗澡 但是可以跟他們講前提 你們一起洗澡 但是你們不可以碰彼此的私密處 對 如果你真的要碰對方的身體 這個草話要先說在前面 對 不可以因為它是姐姐或弟弟 就是隨便這樣子拉 隨便這樣子碰 對 要說在前面 我常在想這個 就是像在國外 很多西方的教育也會 所以浩如你們會不會 就是你的小孩跟先生也會一起洗澡 會 女兒跟先生也會一起洗澡 會啊 那是幾歲才會說 就是 我們大概是上小學 爸爸不會跟女兒洗 OK 但是哥哥還是會跟妹妹一起洗 但我也不會跟哥哥洗 OK 這每一家的性教育 還是要以你們家人的一種方式做好 對 每一家適合不一樣的方式 但是自保這是很重要 自保跟尊重是一定要教 對 因為我很鼓勵就是父母要自己教 因為譬如說父母不教 學校又不講 等著社會來教育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對 一次我還記得到親戚家 然後小朋友就看在那個 那時候過年 看到那個餅單殼裡面都是餅乾 他這樣 然後我長輩就說 打開吃 打開吃 然後我就說 然後小朋友就看著我這樣 就是因為他中午午餐沒有吃完 他就要餓到晚餐 你知道他過程就一直像小柔講的 就是媽媽 我胃好痛 我胃好痛 我沒有力氣了 對 我覺得我要死掉了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只能喝水來補充你自己 對 他就是喝水 我跟你講 會滴幾滴那個吧 檸檬汁 可是你知道嗎 檸檬汁也不大 對 他脫水吧 但是當晚餐來到他面前的時候 你就真的看到你孩子 真的是一發不語的就默默地在吃 他吃完之後他才發現 哇塞可以吃飽 是一件多開心的事情 而且你根本不用擔心 你桌上放的東西是什麼 你放什麼他就吃什麼 他先過難民的人生 再過複數的人生 真的 我們兩個女兒小的時候 真的 欣妮講得對 先過難民的人生 真的 因為他們以前不吃飯 我就把那個iPad拿出來 我很少給他們看iPad 但是有一陣子 他們兩個就抵抗不吃飯 我說你們來看看 外面的那種很可憐的那種 難民非洲的小孩 是 都沒有東西吃 然後會有那種流傳的影片 就真的很Size 譬如說 那個哥哥才五歲 然後他就煮了一鍋那種 你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就餵他那個 他頭上還有蒼蠅 對 有那樣照片我看過 我有拿 得到服務之獎 對 我們現在講可憐的事 你真的是 我的照片就是這樣子 可是因為小孩小的時候很有用 因為他印象會很深刻 嚇到 我說你看這些小孩多可憐 我說你現在有飯吃 你還不吃完 那他們怎麼辦 然後我就自己一眼就覺得 剛好一種心什麼東西 你不要哭 我吃 我吃 有的時候 你知道嗎 就是找招數 但你們這些論調 聽在對面這邊的耳裡面 完全失智之味 三個人每一個人都翻白眼 什麼啦 覺得可憐 浩如反擊 荒唐 什麼教育 荒謬 對 你很熱 那你小孩不吃飯只吃糖 你就給他吃糖嗎 很多事情要看事物的本質 為什麼要吃 吃飯是一件什麼事情 很享受的事情 快樂 放鬆跟快樂的事情 家裡是戰場嗎 學校是戰場 家裡是遊樂場 對 是有愛的地方 跟溫暖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來這邊 我去住你 他就在這邊 你是不是養媽媽 你的小孩以後 又不是要去越南跟伊拉克打仗 你給他限時間吃飯幹什麼 那你小孩 如果你會想要讓他在法國的街頭 慢慢享受這樣的氛圍 那就去法國 你限制吃什麼飯 台灣人 這就是台灣 他現在習慣不學好 他以後沒有出國的機會了 吃飯就是要放鬆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胃潰瘍 胃癌會變成前五百代 對… 死因就是你們在暴飲暴食 就是逼他一下吃一下不吃 身體都被你們搞壞了 壓力對 想吃就吃嘛 對不對 又餓不死 好生氣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真的受不了 台灣所有的學校公立私立都一樣 都要逼吃碗 逼小孩吃飯 真的 我就曾經看到我小孩 就在老師那邊 然後老師就說 現在時間到還沒有 碗裡面還剩一半以上的站起來 然後就很多小孩這樣子拿著碗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老師就說 你們這些人就站著吃 什麼 然後時間到了 老師就說 好 回教室 然後沒有吃完的人 站在我旁邊吃 然後小朋友就這樣移到老師旁邊 好痛苦喔 然後其他小朋友就可以洗手睡覺 然後那天沒有吃完的小朋友就 拿著那個飯 老師就說一直到你們吃完飯 你們才可以睡覺 如果你爸爸媽媽來接你了 你就把這個吃完你才能去 給爸爸媽媽吃 然後我女兒 我女兒曾經就去一個幼稚園這樣 然後我都已經在門口 等他等了半小時了 他還在吃他中午那碗飯 然後老師就這樣塞 然後他就吐 然後吐了以後老師說自己擦 擦壞以後繼續吃 真的很像監獄風雲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選錯幼兒園 這個可能還可以了啦 這個很crazy 可是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罰站 然後要在老師面前吃完 那是公立的幼兒園 然後我說會塞到他嘴巴 那個是私立 我因為這件事情 幫我女兒換過了大概三四間的幼兒園 太可怕了 然後我就我非常不能接受 為什麼一直要逼小孩吃飯這件事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太難搞 然後是不是台灣教育都這樣 可能也有一點 對 我也有反省嘛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一定是 普遍媽媽的要求 老師才會去這樣做 不是老師也不想逼 我輕輕鬆鬆你愛吃不吃 所以後來我有跟老外 討論這件事情 就問那些老外說 請問國外的學校 會逼你們小孩吃飯嗎 對 結果呢 結果老外就說 我們在國外念書 從來都不知道為什麼 進學校要一直吃飯 他說學校是來學東西的地方 對 你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為什麼要在學校吃飯 人家會逼你吃飯嗎 我發現 因為我們在東方的教育 我們吃飯會有湯 你看很多那種幼兒園 它會有湯 有水果 其實量很大 所以其實西方人 像我們小的時候 就是三明治 一個水果盒 就這樣子 你就吃飽了 就冷的 所以東西都很小 然後很少 你很快餅乾 一塊起司 對 這麼說你是怪到我們的食物來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小孩年齡小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吃五菜一湯 這麼多 全部塞完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中西合併 把這個東西簡化 就不要那麼多種類 因為小孩他會很混亂 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我現在到底要吃哪一個 那我只吃得了這麼多 而且在學校 因為跟同儕在一起 他沒有心思吃這麼多飯 對 所以就把它少量化會比較好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換了... 你的女兒換了現在這個學校 對 芽芽有問她說 你喜不喜歡這個新學校 她就說喜歡很開心 對 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老師不會再逼我吃飯 對 你看 在她的心裡吃飯是一個陰影 完全不是一件開心的 她在前面的那個學校 確實是陰影 那個就是吃還一半對不對 那老師不曉得在趕什麼 來趕快吃 直接 表面看起來你在餵 她是在餵她沒有錯 但那個餵是 就是 就是感覺是在做那個 對 把她餵肥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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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